到了90年代的后期 有一股不是从自上而下的 而是从草根发起的一种国学热 开始兴起 那么这个国学热到了新世纪 第一个十年的中期 就带动了中央媒体 带动了知识精英 使这个国学热 就发展得越来越壮大 其实到了90年代的后半期 已经越来越走向文化自信 所以今天来讲 我们不是文化还不够自信 我觉得应该是说 已经极大的恢复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那么至于他举出这个例子 其实是不能成立的 你比如说我们看韩国看日本 韩国我们可以说 它是一个文化很自信的国家 但是你看韩国 他也不能说他上班的时候 都穿着他的民族服装 就是在家里面 就我个人所见也不是很多的 所以当然日本更不用说了 日本也是一样 日本也有民族服装 这个民族服装也是在特定的时候 特定的场合 特定的节日 或者人生的特定的关口才穿的 但是这并不能表示 这个民族就没有文化自信 所以我想他提这个问题 应该说并不是有充分道理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